現在就和我幾個女兒在機場 Dream Come True的地方 做這些角色扮演 當然是很開心 她們整天都想扮演 還做靈師 她們的最愛老師叫做Missonia 我就和她們說 你知不知是女兒是女兒 從前有個叫做Missonia的老師 哇 這個Missonia老師很好的 每個小朋友都聽她說 家長經常想不到 搞不定的就找這個Missonia的老師 Missonia老師只要和她們說 早睡早起 那就回去早睡早起 跟她們說不要打人 那就回去 不要打人 叫你孝順父母 回去個個都很孝順父母 你知有一次有個家長 很激起 自己的兒子 最喜歡什麼 吃糖 整天吃飯前吃糖 吃完糖又不吃飯 吃這些牙齒就快爛了 這個家長就去找Missonia老師 問她老師老師求求你 不如和我兒子說戒糖 Missonia看一看 兒子就和她說 你遲些回來 過幾天回來的時候又和她說 你遲些回來啦 過幾天的時候又和兒子說 你遲些回來啦 過下過下等了一個月 這次家長又帶她去找老師 Missonia就和她說 你戒糖啦 你戒糖啦 之後就這麼簡單 兒子回去戒糖啦 這個兒子叫小明 長大了之後 馬子山都很漂亮 回去報答老師了 找Missonia就問她 很奇怪 Missonia為什麼呢 我那時候問你的時候 你就這麼說戒糖 我就聽你說 為什麼要等了一個月才叫我戒糖 就是Missonia怎麼回答她 你知道嗎 Missonia說 其實我 那時候也很喜歡吃糖 我回去嘗試戒 戒了一天 戒了兩天 戒了一星期 一個兩個星期 戒了一個月才戒掉糖 所以為什麼呢 我戒掉了糖 之後回來就跟你說戒糖 我自己做不到的事 我不會叫你做 這就是我這麼多年 做老師的餘則 以身作則 那些同學們 那些學生們 才聽到話 那些人才覺得我真 以上故事 和做老闆創業 或者做家長的關係 其實是同樣道理 最難做的事情 一定是老闆能夠做得到 否則員工不服 同樣地做家長 下下紫紫點點的時候 就標以身作則 我和我女兒都這樣說 不要到處指指點點 叫人做這件做那件事 將來呢 自己做老師 希望以致 故事對你有所啟發